小海地的世界 小木屋 小眼花 作者小竹 朗读者李叶 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 脑海里总会闪现瑞士作家 约翰纳斯比利比夏的小海地和他的家乡 一个浪漫 理想 纯净 清新的童话世界 此起彼伏的阿尔卑斯山巒 雪山隐隐的青湖 藏翠玉笛的草垫 点缀在山坡上简陋的小木屋 在微风中无声摇摆的小野花 这一天 我来到了这儿 真的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深绿的 翠绿的 嫩黄的 轻轻的环抱着小木屋 回首的刹那间 我看见小木屋 孤零的 站在山坡上 思绪 凝固在空气中 它 也有孤寂的影啊 阴云的云朵掠过山腰 阿尔卑斯山的小镇 在芳菲的绿色中 流进梦幻般的心灵 满山遍野的小野花 在阳光下 微微地笑着 我躺在草地上 让那野青的芬芳 渗进皮肤 弥漫在血液中 我看见了富王草 风 带走了我的歌声 请不要将我遗忘 在莱蒙湖畔 吟送着拜伦的西雍之球 走进那中世纪的水上城堡 坐上小火车 抵达格林德瓦小镇 这里的花店 眼镜店 还有透着古老气息的窗户 及熟悉的蚊子 包括农贸市场上的小摊 都从我身边一一而过 每天清晨 第一家开门的店 是面包店 我买了一份热热的法式面包 泡上香味浓浓的咖啡 坐在绿绿的地上 望着小木屋小野花 耳边响起小海地的清脆笑声 这就是我早餐的时刻 我真喜欢这纯纯的大自然 喜欢着古朴的小镇生活 看着古朴的旅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